第一百九十三集 一见青天下 苏伯等人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奇葩呢 这是哪个白痴导演拍的片子 找这么一个女子 不是把整部剧的档次 都生生地拉低了不少吗 看着那五大三粗的女子 苏伯忍不住嘴角抽搐 其余三个人气质形象都是满分 结果蹦出来一个奇葩 瞬间就连带着 把其余三个人的分数都拉低了 不过这个女子好漂亮 容貌气质都是顶级 苏伯咽了咽口水 心里想着一些龌龊事 在她看来 这种才出道的女演员 花个十来万 绝对能够一亲方泽 苍蓝看着高黎认真地说道 整个人如同一把未出窍的骨剑 我只会一剑 也只出一剑 请 高黎的神色凝重 苍家之人代代单传 一人就是豪门 苍家之人 在高黎看来 都是一群真正的疯子 未见生 未见死 一招烂打接的拔剑术 却称为苍家的必杀计 一剑倾天下 苍黎第一次重视起来 缓缓地抽出了一把 带着泛着点点蓝光的骨剑 剑长三尺 黎龙为剑饼 口纳剑刃 剑身中空 直至剑尖三分处 锋利无比 苍蓝缓缓地抽出剑 犹如对待爱人般的小心翼翼 冷冽地剑风逼人 这是一柄如此平凡的剑 黑色的剑身之上 没有任何装饰用的东西 这也许啊 就是为了专门杀戮而锻造的剑 即使离得如此之远 高黎也能够感觉到 那柄剑所散发出来的 射人的杀气 苍蓝的剑 是如此的耀眼 剑身之上 密布着一丝丝 微不可见的纹路 这些纹路 能让剑与空气 接触时的阻力 减到最低 万古不化之寒冰 充满了深深的寂寞 清冷的剑光 犹如吞噬生命的巨兽 北风也认真起来 这两个人 虽然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毫无威胁 但是北风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同等境界之下 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 好精纯的意念 好坚定的信念 看着苍蓝 北风沉默不语 闷心自问 自己能否做到 如苍蓝一般的爱见如命呢 我做不到 武器在自己的眼中 只是工具 我又怎么可能 爱工具 超过爱自己呢 北风摇了摇头 对苍蓝还是很羡慕的 只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罢了 却不影响北风对其欣赏 这样的信念坚定 与纯粹之人 不管是进入哪一行 都能够获得成功 人未行 剑先行 剑止心 似流星 剑芒已过 人已不行 无法形容 这一件有多快 苍蓝的身子 似是动了 又似是没动 针 当 一声出窍声响起 是那么的 欲耳动听 其中的凶险无人闻 我败了 苍蓝深深地 看了高丽一眼 像是要牢牢记住 高丽的样子 随后一步步地 朝着店外走去 滴当 滴当 一颗颗的血珠 掉落在了青石板上 四分五裂 绽放出了一朵朵 鲜血之花 好快地见 高丽连退了七八步 止住了退逝以后 看着自己持剑之手 虎口已经崩裂开来 一滴滴鲜血 不停地滴落 怎么回事 就这么结束了 一群年轻人摸不到头脑 感觉这场比试啊 自己完全看不明白 刚才出见了吗 一群后辈皆是一脸的迷糊 询问旁边的人 结果发现 其他人也是一脸的迷糊 后生可畏呀 一位宗师感叹着 那些后辈没有看清楚 但自己这些宗师们 却是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也正是因为看清了 所以才忍不住感叹 苍蓝那一剑 快到超越了声音的传播速度 拔剑出桥 再收回来之后 众人还听到拔剑声 但就是这惊人的一剑 却被高丽挡了下来 在场的宗师一滴而出 闷心自问 要是换作自己 能够挡下这一剑吗 只是略微一想 瞬间就有一成的宗师脸色发黑 挡不住啊 另外五成的宗师 脸色也不好看 正面交战还能够挡得下 要不就是能躲避开 但要是被偷袭 却是反应不过来的 这还只是 一位半部宗师的后辈而已 却已经能够与自己掰手腕了 藏家与高家 真的是出了麒麟儿 这俩后辈成长起来 怕是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什么事了 众人看向高家 与苍家的宗师恭维说道 刚才 那是假的吧 苏伯咽了咽口水 僵过头 对着吴小丽问道 吴小丽僵着脸 不确定地 娜娜自语着 应该 应该是假的吧 刚才那一剑 虽然不是对着自己等人 但苏伯却有一种 那一剑 就是朝自己赐来的错觉一般 背后 已经被冷汉打湿了 问吴小丽的话 也只不过是 为了减轻那种 心理的压抑而已 场中两个人退下 古兰和朱丹红 两位女子上场 看得众多小辈 是忍俊不禁 这简直就是两种极端 一女子 如风中的兰花 空谷幽兰 而朱丹红 则是臃肿 与笨拙的化身 朱允大笑着 向众多宗师说道 怎么样 我孙女如何 谁能够娶到我家孙女 那真是修了 八辈子的功德 你们谁家 有合适的小子 我们结个亲家 一群宗师闻听此言 干笑之后说道 那啥 朱兄啊 你这孙女 还真是天赋异禀啊 这不是修了 八辈子的功德 这是倒了 八辈子的霉啊 两女相互行礼之后 朱丹红提着两口大铜锤 就朝着古兰冲了过去 巨大的铜锤 带着呼呼的风声 向着古兰压下 古兰的脚下轻点 手一翻 两柄如同明月般的弯刀 出现在手中 一柄薄如柴翼翼 一柄如象牙般的浑圆 只有刃口处 闪烁着 发丝般的寒光 叮 咚 两把大铜锤砸在地面 青石板瞬间就四分五裂开来 看得一群小道士是心痛不已啊 古兰知道自己的优势 不与朱丹红正面对拼 而是不断地游走 三分钟以后 古兰的面色一变 糟了 古兰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朱丹红逼到了角落 古兰只是想到了一寸短一寸险 却是没有想到一寸长一寸强 等反应过来之后啊 自己的两把弯刀已经施展不开了 处处受到限制 钉 一把大铜锤如泰山压顶 出现在古兰的头顶 古兰必无可避 只能用双手交叉向上方一挡 但是弯刀如何能够抵得住重量惊人的铜锤呢 两把弯刀掉落在了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一把大铜锤停在了古兰头顶上方 距离头部只差几厘米 这么重的铜锤游动瞬间化为静止 充分表现出了朱丹红 那得心应手的控制能力